龙年大吉588优惠专案 致富让您一路发 您要的筹码大师APP有 您要的过年优惠价有 您要的买卖讯号有 您要的常会期有 您要的大师指路线有 您想要的通通都有 现在加来填鞋表单或拨打优惠专线 0225426999 龙年大吉588让您一路发发发 选择筹码强势股超盘手非你莫属 大家好我是筹码大师李仲昕 昨天美国股市 仍然由半导体的族群领军 废半持续的上涨 包括纳斯达克包括标准普尔标普500 包括费能半导体都持续的上涨 除了道琼小跌以外 昨天的废半在埃斯蒙尔大涨 挥达尾上涨的立即之下 包括连台积电昨天盘中 这个ADR也涨了3.5%以上 所以我昨天大世界话怎么说的 非白领军 连台积电ADR都大涨了3.5% 那怀源台北的台积电的权子 现在来看的话台积电压到700多块 不过我特别强调 台积电距离季线的乖离 会来到10%以上 这什么意思待会再跟各位分享 那手中如果没有台积电的朋友 不要看到涨的追价 其实今天的台积电最高好像是642块 尾盘会不会再冲上去不晓得 642 重点如果除上它的季线 大概1.1左右 也就是说 距离季线的乖离率大概是10%吧 那以这一年多以来台积电每次距离季线 乖离率大概是10%左右 台积电就要进入整理甚至是回档 而这个乖离率10%的前后 几乎都是外资大买 那今天我会上匪娟的 晚上的节目 就是 投资大小事 关我什么事 这个节目 我记得在两多月前吧 当时 在问台积电的时候 当时台积电535块 那全市场呢 我在参加匪娟的节目 美国分析师都打差 说台积电不能买 就我一个人打圈 当时 大家认为 这距离率会达到7%以上 美国股市要崩盘了 会出现系统性风险 所以大家都打差 只有我一个打圈 结果呢 现在我相信搞不好大家都打圈了 又换我打差了 这就是市场 当大家悲观的时候 你看当时535到现在 台积电涨超过100块了 是不是 所以 那今天台积电 我建议如果没有的话 不要再追了 因为 台积电的买法一定是 当恐慌当利空 当外资占到卖方的时候去买 那现在外资基于最佳 你反而应该占到卖方 这是 历史上的经验 所以 台积电每次外资狂追的时候 好像都短线高点 外资狂杀的时候 那又是短线的低点 台积电 你应该 反着市场消息来操作 来你看昨天美股 就道琼 回到盘下 纳斯达克 标普和肺半 都还涨 不过 标普几乎回到平盘 纳斯达克 也收了漫长的上影线 对不对 而且是收黑K吧 纳斯达克 也就是说开盘比较高 开盘在这里 收盘在这里 道琼的黑K还蛮长的 对不对 好 其实虽然美股涨 今天早盘 日金和南韩也都在盘下 美元指数还往上走 好 来看看道琼 我一直说道琼创新高指标的背离 就一直没有变 因为MACD还是富项 所以最好道琼回来整理 让MACD接近零走 我记得昨天有提到 今天晚上有我直播了 今天礼拜四 那直播的时候 像今天我还是会提 最好是 这两天 美股开始回党 甚至下个礼拜最好美股就跌了 因为他修正过热的指标 最好道琼能回到 MACD零走附近 所以 如果下礼拜美股回党 反而是各位报股过年的时机 因为美股已经先拉回了 刚好在 过年这段期间 我们 闪过美股的回党 当我们要新春开红盘之前 美股可能已经 先止跌要 准备翻阳 这是 我期待的走势 我也希望看起来 也会这样走 所以下礼拜 即使美股拉回 你不用紧张 下礼拜美股拉回 反而是你 找好机会 报股过年的时候 来 标普英文贝离还是没过 KD没过 纳斯达克 KD也没过前波 所以拉回来 纳斯达克昨天是 创这一波的高点 一根黑K 对不对 费半长上影线 他前波高点都没有过 所以修正过热的指标 修正贝离的问题 应该是我认为美股未来走势 所以 过几天下礼拜下来 反而应该拍拍手 你这样好的股票你才能买到好的买点 所以你看 市场上唯有领先才是赢家 现在我告诉各位 美股高档贝离要回党 可能现在还看不出来 到了下礼拜看到 还真的回党 那时候你会发现 是不是又是领先 你看 灰达在这一次 1月5号这一天 我说灰达要开始涨 当时是站上 所有短中长期均线 两次的低点 也是我在节目里面说 利空 反而是灰达的买点 第一次是拜登签署禁运 第二次 雷蒙多签署 加强禁运 那两次的 刚好创造了造就了灰达 低点的买点出现 利空 那到昨天 辉达盘中再创新高 不过上限蛮长的 最高来了628了 你看 从我讲的那天 490 涨到628 涨到120几块去了 你看 昨天的辉达 冲上去 其实是有收上限的 对不对 确实是有收上限 所以短线上 这AI股票进入整理 也蛮正常的 我判断 美股应该过两天 应该开始出现整理 这一波的低点 就是刚刚各位看到了 拜登签署禁运 50亿晶片禁运 就在10月31号 去年 所以 当 当天的辉达拉下引线之后 在11月1号 当天晚上的 大失业化 提到 费城半导体 低档背离 对不对 是台股 是台股出离反弹的重要评借 是冰果 对不对 隔天的早上盘前 11月2号盘前 有没有 8点49分 提醒大家 也提醒了 我们所有加注成员 因为 我的抠讯大概发在8点40分 那这个抠讯 这个讯息 这个 盘前讯息 一次发在我们的Telegram 现在是发在 Lite上面 来 反弹不会只有今天 到了收盘 收盘当天 11月2号 当天涨了 358点 收正跟长虹 大家都看懂 今天是起上点 盘前谁知道是起上点 又是我 对不对 所以我的节目 我的时段 一定要固定收看 来 那美元指数 是不是也是我预告要回党了 对不对 MACD附向要回党 美元指数回党是 贬值啊 美元扁了超过6% 现在这个地方震荡 新台币也是我提早预告 新台币技术面高档背离 将值扁转升 又是我 又是我提早预告 在去年的10月底 每天苦口婆心拜托大家 不要再抛售台币了 不要贪图美元的高利息 请大家不要再抛售台币了 你应该把台币留下来 把 外币全部换成台币才是对的 是不是 台币哇天喔 竟然升了快6% 两个月升值的5.7% 把美元定存利息 一年的定存利息全部赚到了 是不是 所以 你是不是要锁定筹码大师的节目 那现在新台币就在这个地方 急升之后 急扁 急扁之后又急升 现在就在这个地方整理 我说的没错吧 他现在 新台币的汇率就在整理 他也不可能在大扁了 但是 你说这个地方 要再快速的升值 也不会 对不对 台股今天创新高来到万八了 那为什么 汇率没有到这里来 应该还要升啊 为什么没有升呢 这是不是过高了吗 所以我说 你要看清楚趋势 你要了解趋势 要领先全市场 锁定谁 锁定筹码大师的节目 来那日晶 两天前创高的时候 今天进入整理 日晶真的是少数MACD在正向的市场 短线上我认为 日晶也要开始整理 虽然MACD还没转负 未来 他打MACD转负 他再勾起来 日晶就这样 对不对 我是不是每次都说对 又是我说对了 对不对 韩国股市那没办法 他就弱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 这一波 AI不是大涨吗 还记得上礼拜 上礼拜三 外资才卖了780几亿 史上第三大大家下了半死 是不是又是我提早说的 上礼拜四的直播 才一个礼拜前 当时我说台积电反送很亮丽 所以呢 明天AI的股票 礼拜五 AI的股票会变成主流 老AI 我在上礼拜四的直播说 老AI 伪创 广达 技嘉 结果 老AI 是不是从上礼拜五开始涨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上礼拜五的盘钱 又是盘钱 盘钱你一定要有 这也是发给我们会员的抠讯 好来 主流将回到电子类股 尤其是AI相关族群和个股 是不是要拍手 你在礼拜五盘前知道这个讯息 你AI还会卖吗 是不是 你AI还会卖吗 礼拜五的盘钱 是不是 所以 这上礼拜四啊 1月18号上礼拜四 所以大家说老师准啊 老师超准伪创爆天量掌停 是不是 是不是 太开心了 前一天说的 当天隔天早上 上礼拜五的早盘也说 对不对 好所以来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来你一定要加入 当然你一定要加入啦 你就扫买QR Code 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那怎么样 会得到什么呢 来 加入我们的LIOT 小老鼠L11 17899 一起跟我们一起899 来 你会看到 每天晚上的大世界化 每天晚上的筹码表格 一天六天12天的投奔比和外投奔比 再来就是 刚刚各位看到了 11月2号的盘前叮咛 上礼拜五的盘前叮咛 重不重要啊 是不是在大涨之前 事先提醒大家 所以盘前叮咛 当然一定要看到 就像 今天盘前叮咛也提醒大家台积电涨 不要追 昨天大事话 延续昨天大事业话说的 台积电如果你是没有台积电 拜托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 看到好消息在追 你之前台积电是不是买了糕点 是不是因为市场上的乐观气氛 上次的悲观气氛 是在 去年 在530几块的时候台积电 现在已经变640块了 所以来 盘前叮咛一定要有 然后再来就是 强弱势股的温度计 全市场也只有我们这系统 可以把 股票的技术面打分数 因为打了分数 技术面打了分数 我才能判断出来 谁是技术面 前五强 谁是技术面 前五弱 对不对 强弱势股温度计 你也要知道 全市场最强的股票 到底在哪里 所以来 加入我们的Lite L11 17899 跟我们一起发99 你就点击手机右上角的记事本 就像一个 像笔记本一样 还有三条横线 点击记事本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大事业化 或者是手机下方的 强谷温度计 大事业化 你点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了 再来我们每天都要复习一下 赢家的三大要件是什么 看对趋势 这一波 台币汇率 美元汇率 大盘起上点的 精准掌握 再来高点 我说高掌背离 再来 这从上礼拜 礼拜五开始的 AI 老AI的起长 是不是都提前预告 所以 看对趋势 当然重要 你锁定筹码大事节目 趋势 你一定提前掌握 再来 选对股票 选对股票 学问可大了 怎么选股票 也是一个学问 我们是透过量价筹码打分数 不是指标交叉 没有那么简单 一档股票要涨 一定要 量价筹码的综合研判 再来 一个就是 最重要的 买卖点的掌握 遵守操作的纪律 来 你看我们在 这是1月19号 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的盘前 提醒大家 上礼拜四 1月18号 各位看到 当时我直播的 老AI 伪创广达即将要涨了 盘前也提醒大家 电子会变成主流 尤其是 类股 AI族群 伪创起涨之后呢 来我们今天把伪创都卖了 老师问今天把伪创都卖了 为什么 我卖了19.5 因为我说短线上这里有压力 对不对 来到压力区 有赚钱我们散人 今天的广达也是 上礼拜五 开始 长虹长虹之后 广达来今天我们也都卖了 也卖了 今天广达也卖了 那既家呢既家还没到压力区 所以既家我们还没卖 既家还没到压力区 还差一些 所以既家我们还在 因为广达和伪创来到压力区附近 我们先做调节先做获利落袋的动作 我们不是看坏 我认为短线上那个地方会有 等下礼拜 因为我预期美国要回党 对不对 所以下礼拜如果有拉回 我再把它买回来 这是我的判断 我的做法 那所以你看 团队的权力资源是不是胜过各位 你自己的单打独斗 因为面对这个股市它是个战场 各位 股市它不是赌场 我在直播的时候好朋友说 老师股市就是赌场 我说股市啊 你要凭方法 赌场可能是凭运气 但是 你在股市你要成为赢家 你一定要有方法 而我们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的方法就是 这一套 致富赢家操盘系统 还有我们的APP 各位来看一下 元月以来 新春 2024年 最强的一档 全市场 第一名是谁 涨幅最大就6113的雅系 老师你能不能提醒他 有啊封关那天12月29号 对不对 封关这天12月29号 雅系三角形跟着箭筒 连续两天95分不是资优生中的资优生吗 对不对 连续两天95分 连续两天有讯号 他是资优生的资优生 好来 新春红牌开始 1月2号 礼拜二 2号涨停 3号涨停 4号涨停 5号涨停 连续4天4根停板 涨了4根涨停板 新春红牌的大红包大礼物 4天涨4根 再来 高档正要整理 我不见了吗 还在呀 是不是我持续追踪 每天追踪 从来没有一天不讲过 再来 22号 3天前 你一定看不出来 隔天23号竟然又 第5根涨停 对不对 23号第5根 昨天 昨天第6根 有没有 从我们空讯到现在 80%了啦 从第1个讯号 来 从第1个讯号 启动讯号 到昨天98%了 今天再冲 今天再冲 今天最高39块半 从18块涨到39块半 涨116% 18万变39万 100万变210几万 多久啊 1月还没过 今天1月25号 从上个月月底 发现的 发现的找到的 所以 我们是不是 找标股第1名 是不是第1名 全市场 涨最多的 今年度 开春以来 涨最多的 就是6113 雅系啊 对不对 再来 傅金通也是名列前茅 1月12号 1月12号到现在打几% 各位你知道吗 各位来 是不是你看 傅金通这里一段 这里一大段 这里涨一倍多 150% 这里掉下来很避开 启动又来了 1月12号 来 隔天又加码了 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三角形跟着箭头 连续两天95分 他是不是自优生 而且是自优生中的自优生啊 是不是来 来 隔天涨停版嘛 这1月12号 来 1月12号call嘛 这是1月 来隔天是1月15号 因为隔天是礼拜 隔天是礼拜一了嘛 1月12号应该是礼拜 礼拜五 对不对 这两天整理 我就不见了吗 还在呀 又上来了 18号第二根涨停 来 19号来 第三根涨停 对不对 这两天哎呦 这里爆大量黑K 我今天还在匪备院节目讲 爆大量黑K什么 亮仙架行 新大量之后怎么样 还有新高点 24号 拍手 今天又来了 今天又来了第四根 今天又涨停板 已经50%了各位 50%哎 你看 亚细100多% 傅京通 从1月12号到现在 50% 50.5% 有没有看到 包括了来 昨天点名的 来 3694的海华 是不是 1点16分 昨天海华涨停没有 这延通和海华 各位看一下 海华和延通 有没有看到 这是延通 昨天第一个加码讯号 今天直接涨停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 恭喜涨停板 再来 海华 是不是启动讯号 有没有 昨天启动讯号出来 今天海华涨停 有厉害吗 悬崖非常厉害 你自己说啦 有没有 今天海华涨停 贺土 有没有 昨天公布 昨天抠的 昨天尾盘抠的 1点16分 是不是 所以选股票 我说我第二名 谁说 谁有办法说他第一名 各位 是不是第一名 你看 最强的 今年 开春到现在 涨最多的 613 亚细 是不是 傅京通都50% 12号到25号 大概才10个交易日吧 50% 那昨天点名的昨天coder 海华 延通 今天双重涨停 所以 真的各位你真的不用羡慕 你也可以做到 怎么做到很简单 系统带回去 对不对 其实里面有用过系统 你用APP你可能也是券商的APP 你下单系统也是APP 对不对 可是券商跟我们最大的不同 券商没有买卖信号 你不晓得股票到底强还是弱 是不是 所以 把我们APP带着 你就可以发现 原来操作这么简单 跟着讯号做就对了 所以来 跟着大师决策讯号你的操作真的很 可以很轻松 因为 你只要看得懂讯号就好 你不用懂老师在95分怎么打的 讯号怎么来的 老师量价筹码打分数 量怎么打分数 价怎么打分数 筹码怎么打分数 告诉各位 那个东西太复杂了 我算一档股票算30分钟算不出来 何况 盘中及时1000多元 快2000党股票 怎么算啊 你没有电脑的帮助 你没有电脑的帮忙 他快速运算 然后 整理集中整理资料的能力 我们怎么人怎么做到 我只要我教他方法就好 我把方法交给我们电脑 交给我的APP 交给我的手机 他就会啦 他就照顾我啊 对不对 所以来 新手都没有问题 你一样可以从 一般的 小白 菜鸟 很快的 因为这套APP 进入成超盘手的行列 所以龙年大吉 588 自负让你一路发了专案 这个专案你一定要在过年前好好把握住 尤其是下礼拜 如果今天晚上真的如果预期 美股开始回党 最好是 我们过年前美股一直回党 最好是这样的 因为他必须修正过热的指标 而 你必须趁 美股回党 趁 长假前的卖押 趁丙总结账 卖押出来的时候 你当然要做 好的布局嘛 那好的股票在哪里 你要布局好股票啊 好的股票就在我们APP里面 所以你一定要趁这个礼拜 拥有这套APP 然后下礼拜跟着我们一起进场 下礼拜跟着 标志 跟着标的物 跟着我们的讯号 一起在 过年前 把好股票 放在手上 然后过年之后呢 美股到 快放假完 美股开始反弹上来 你可以避开 美股的拉回 所以来 这次熔年大集的588专案 致富让你一路发 你一定要把我等你电话 你想尽办法 把电话拨通 想尽办法 赶快 立即把电话拨通 即刻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来你看 我们的股票怎么选 量价筹码 打分数 量有量的分数 价有价的分数 筹码还有筹码分数 三个指标 加全平均 达到什么 95分 来才有情况 所以华太你要怎么做 这样做 买进 卖掉 再买进 有没有很简单 你是不是这样做就好了 就那么简单啊 所以 看懂就很简单啊 对不对 来 文业勒 三角形跟着界头 一样啊 是不是 连续两天95分 他是知优生中的 知优生不是吗 好 哇 22号 一根停板 这两天的创新高最高160 涨了34% 也不错啊 所以文业你不该买了这里 因为浪费时间 这段期间你布局 其实你一定有别的股票可以买 是不是 你这里买进去 等了两个月 别的股票涨到哪里去 文业还在混 还在踏步 你可以把资金放在别的地方 等到赚到钱了 再回来 买文业的起账点 这样是不是很轻松 对不对 好 来 神盾 神盾家族我建议 就神盾最强 其他的可能要避开 例如说看这一档 安国我们也不买 安国从33块到120块 260% 也就是说 33万变120万 是不是 所以100万 不是变成261万 是不是变360万 100万变360万 对不对 因为261% 所以安国这里我们就 没啦 在高点我们也不做啦 所以你看讯息 大家 这个地方看到神盾涨 这天 在直播的时候好多人问老师讯息怎么办啊 老师安格怎么办啊 这两天讯息安格有没有涨 很难再创新高啦 对不对 因为指标就是 神盾嘛 所以安格你该怎么出入 我不有说吗 短线上 看我们大师指路线 同样在16号就这天啊 16号有没有看到 你以为神盾涨你安格会涨你结果他没有 没有这里要不要闪 你以为神盾涨你信心会涨你结果没有那这里要不要闪 闪啊 这里当天差个七八%了 是不是 所以成为赢家你一定要有方法 波段我们有波段的方法 短线也有你看波段 波利 涨了一段对不对 两根停板之后来 平仓希望出来了 老师怎么办 平仓啊 因为买了起上点这里平仓还是赚钱啊 对不对 还是赚钱啊 好 例如说细微 从这里报了70% 70% 好 那这里卖家这还六几%吧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赢家的策略啊 即使各位你是菜鸟 你不晓得老师细微的分数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有分数 很简单 你只要箭头看得懂 这里箭头往上 这里箭头往下过几天把它卖了 就这样子 你就这样就好了 是不是 你就轻轻松松 成为操盘手 即使各位你是股市小白啦 即使投入的 市场的资历不够啦 不深啦 或者是 即使你 之前操作一直都不顺利啦 甚至是赔钱 那怎么做 你更要把我们系统带回去 来 旺系呢 旺系就续报啊 有没有 来我们看一下旺系 旺系快要破线 破线要走啊 没破线呢 没有平商续航的续报 这就是赢家的策略啊 来 那富士达 富士达也还不错 今天富士达创新高呢 来各位看一下 盘中来了529 从400 那天收盘400 其实你还可以买了380的 400 到今天529 32% 如果你买了380 现在你差40%了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赢家的策略啊 这就是赢家的策略来 所以我是不是已经把 最复杂的 功能简单化了 有没有 史上最强武器装备 你当然面对这股市 不可以赤手空拳 你也不应该单打独斗 你应该跟着我们团队 我们当你的后盾 对不对 来 伪创呢 我们卖了 广达今天也卖了 但是是不是我在 上礼拜五 上礼拜四的晚上 上礼拜五盘前提醒大家 对不对 所以真的是 一字千金啊 来 那安国呢 不追啦 这么多%了 吉尼科 眼睛他要不要买了 150% 很满意了 很满意了 我的做法是这样 文业呢 续报啊 对不对 34% 富士达今天创新高 三几% 这三几%都不到一个月 这就是你要的 不是吗 一个月三成 多开心啊 是不是 来 富金通今天还要涨停板 是不是 各位 各位涨停板 50%了 从1月12号到现在 来 雅系今天创新高116% 我真厉害 是不是 我都自己都很佩服我自己 选股票的能力 是不是 来 昨天扣的延通今天涨停板 是不是 昨天扣的海华今天涨停板 是不是 哇老师真的有够神 所以我常说嘛 如果我说我找标股是第二名 谁敢说第一名 谁敢说第一名 是不是 来 华讯 今天我在匪圈节目会说 爆大量黑K 其实富金通也是爆大量黑K 所以华讯的爆大量黑K会不会过 你看这里也是爆大量黑K 他只是过得比较慢 等了两个月他还是过了 有没有 这里没有爆大量黑K 有嘛 等两个月 高点还是来 所以 快来慢来 慢来 吃来早来他都会来 80%以上 这高点会过 所以如果有拉回来 你 华讯是可以买的 那有两档股票 帮各位留意 这两档底部的股票 底部爆巨量 比高短量还要大 这个量够不够大 黑K老师 所以底部是刚成型 突破拉回洗盘 这个地方拉回来找买点就对了 这档股票 下礼拜跟着我们一起布局 下礼拜跟着我们一起进场 最好是等到国际盘回档 那刚好可以回撤这里 那不是好机会吗 底部刚成型爆大量 而且在底部爆大量 高档爆大量可能不敢买了 底部爆大量敢不敢买 而且底部的量高档还要大 所以这个地方换手很积极 这档也是 底部刚成型 紧线刚过 哇 受了一个这么长的少女线 今天还黑 那不是有机会吗 所以这两档股票 我都帮各位准备好了 下礼拜 跟着我们一起进场 所以这次的 APP的专案 你一定要把握住 因为 如果各位 年终奖金领到了没有 如果没领到 或是领到你不满意 怎么办 赶快跟着我们 一起赚 年终奖金 咱们自己赚 所以 但是 你要下定决心 龙年大集 588 似乎让你一路发了专案 就这两天了 我很坦白说 所以刚好在 这两天 如果美股有回答 如果真的如果预期 下礼拜美股拉回 太好了 太好了 那就是各位你进场报股过年的机会 所以刚才我准备好那两档股票 底部报天量 比高档量更大的股票 底部刚成行 正在做拉回测试 就是你最好的机会 所以 你赶快下定决心 我等你电话 你务必 马上 立刻 把电话拨通 龙年大集 588的专案 你一定要把握住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你想跟上最专业的效率操作吗 记得订阅我的LINE YP和TG 这样才不会错过 抽码大师最贴盘的资讯哦